阿湯 阿湯 嗨大家好我是哥哥 因為最近我跟阿湯哥還有湯包 我們去福岡家庭旅遊了整整一週 那這一次我們剛好住了兩個飯店 都是比較偏向於家庭飯店 就是他們會有除了位於設備之外 還會有廚房 這兩間飯店因為都有廚房 就也讓我想說其實廚房也可以這樣做啊 好像很不錯耶 加上我跟阿湯哥 其實我們可能三年後會有幻物的計畫 我們會想要搬到更鄉下的地方去 我就想要開啟一個新的Youtuber的系列 就是我的裝潢小筆記 這個系列呢比較像是跟你們討論 欸我看到這個東西我覺得蠻酷的 好像蠻不錯的 但是也很開放大家在下面可能跟我一起互相討論 所以這一系列呢就是我理想中的裝潢 那在這次開始之前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Let's go 首先呢我們在卓士堡住的是樂天Stay 那它非常特別是整個獨棟設計 只有兩層 一層大概我們目測大概十幾坪而已 可是我覺得整體的空間跟陽光影光的設計 讓人非常的舒適 真的是我旅遊以來有史以來住過最喜歡最喜歡的飯店了 那我特別喜歡它的廚房的設計 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家 因為建商當初預設就是人造設計 加上台灣還蠻多廚房的設計 基本上都是用人造石或是石英等食材 所以我們都會自然而然的就會想到說 我如果要做廚房的話就要用食材的材質 但是我們這次入住的地方呢我們發現它的廚房系統櫃的檯面呢是整個用不鏽鋼的檯面 然後加上它有做一些強化防刮處理 使用下來我覺得清潔上面很方便也沒有像是人造石會有染色的問題 所以讓我真的還蠻驚艷的 然後他們的餐桌配的就是木質的餐桌加長凳 這當然就是做起來很舒服 我想表達的是不鏽鋼配深藍色的系統櫃的板門 原來可以讓廚房的質感也是讓人感覺蠻驚艷的 我會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也會蠻想考慮 去看看用不鏽鋼的檯面 因為台灣看到不鏽鋼的廚具檯面都真的很醜 讓我從來不曾思考過原來不鏽鋼可以這麼有質感 那我再次去了這個飯店我真的覺得不鏽鋼進來也可以做這麼有質感 所以其實不是不鏽鋼本人的錯而是質感其實是可以在座提升的 我講的是很興奮的感覺 真的喔好喜歡廚房的東西喔 但它的瓦斯爐的檯面它是三口 我覺得三口真的比兩口好用很多 而且它是這樣的三角形的設計 就可以一邊煮湯一邊煎東西 然後可以這樣替換 我實際使用三口爐 我覺得喔好用好用真的蠻推的 那我之前只有用過美式的爐蓮烤爐 我覺得真的太大 然後日本的爐蓮烤爐有讓我驚艷 因為它有一個小小很小的烤箱 大概就是放兩片吐司 那樣大小的烤箱 因為以我們家做飯的需求來講 是真的沒有需要那麼大型的美式烤箱 烤蛋糕什麼的我是不太會做 所以我覺得它搭配下面小小的藏心烤箱 我覺得很實用很想要烤個麵包 或是只是想要烤一條魚 對我來講那樣大小剛剛好這樣就夠了 三口瓦斯爐加一個小小的烤箱 我覺得哇塞 驚艷了 覺得很好用 在這邊順便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圖書館借閱到兩本書 我覺得對於生活家室的處理 真的是蠻有幫助的 一本是料理研究家的廚房家室小百科 另外一本是料理研究家的餐桌生活學 這兩本書呢主要是教你怎麼處理 就是例如說當季的食材 哪些食材適合怎麼樣醃製 那它是怎麼樣處理 例如說雨你要怎麼處理 然後讓它保持新鮮 我覺得這類的其實是非常實用的資訊 可是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好像沒有人特別分享這類的生活資訊給我們 所以這兩本書我還蠻推薦大家的 可以反過來回頭思考說 你的生活模式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哪些東西可以再調整 讓你生活在這個家是更舒適的 那我會提到這兩本書呢 是因為其中有一頁有提到一個內容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還把它拍下來然後納入我的裝潢筆記本當中 它有提到它的冰箱總共有三台 炸定這樣說為什麼正常人需要三台冰箱 大家不是一台冰箱就好嗎 可是我經過疫情這段時間還有家裡有小孩之後 我真的覺得冰箱有三台好像是蠻正確的考量 它第一台呢是葡萄酒的冰箱 這個有點因人而異 如果你沒有喝酒需求的話 你可能就變成三調 只需要兩台冰箱 一台呢是一般冰箱 另外一台呢就是專門做冷凍的 專門的冷凍庫呢在家庭使用上面是真的非常方便的 尤其就是像我們家裡有小孩 常常會有一些常備菜 尤其你經常買一些比較集齊的商品 然後你要立刻處理保留那個食物的新鮮度 煮完之後放在冷凍庫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料理方法 不然的話你等到那些蔬果蔬菜都已經爛掉了 你變成要丟掉其實反而是浪費 所以冷凍庫的話真的是 除了一些現成或是即時的冷凍食品之外呢 它也是非常好的家庭保存保鮮的一個好幫手 然後它裡面還提及一個就是生活的小撇步 像是在魚片裡面撒上一點鹽 直接放進冷凍庫保存一個晚上 就可以做出好吃的一夜乾 一夜乾竟然是這樣做出來的 我也是看這本書才學會了好多有趣的小知識 你學這些小撇步呢會讓你每次料理都會更順暢 然後你會更喜歡待在你的廚房 第三個呢是我之前在 How Cook 好餓廚房粉館上面看到的 那因為它本身是料理樂愛者 所以它廚房層架有一面呢 是專門擺了各吃各樣的鍋具 以應付它的料理需求 但是呢我對它設計百製酒杯 跟葡萄酒架的一個小層架 是特別有興趣 我就哇好聰明喔 竟然可以這樣做耶 會讓我蠻驚艷的是 因為原本IKEA設定那個層架 可能是放在地板上啊 可是呢它把它當成 廚房電器櫃台面再往上一層 擺放東西的層架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思考的方式 然後也蠻聰明的 因為它有很多空洞 它還順便設計了 就是可以讓它放玻璃杯架 以及放葡萄酒架 這些東西呢它全部都是在IKEA買 我覺得呢多去看別人的擺放方式 真的會對於你想要設計你自己的家 或是你對未來的裝潢期待會有另外一些想像 原本以為全部都要用系統櫃去做堆疊的東西 後來發現其實取代的方案也蠻多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我超級喜歡去研究別人家的廚房 像是我有個朋友家呢 因為它的廚房就是比較屬於傳統封閉式的廚房 所以它後方電器櫃上方啊 它是裝升降拉來 就有一些好處像我這種矮個呢 就購不到上面的話 就拉下來就拿到 真的是會增加廚房雜物的使用率 但是缺點是它會吃蠻多的空間 你可能東西真的只能放一些調味料 不太可能放一些鍋具等等 這種比較大型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好喜歡多去看別人家的廚房裝成的樣子 因為對我來講使用率最高呢 就是廚房還有浴室 這兩個就是我特別希望 希望在下個家能夠再微調 然後再更貼近我們生活的地方 那今天呢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 下一集呢我想要分享的是關於浴室篇的 因為我覺得這次住的兩間飯店浴室有好多點 讓我覺得很驚艷 然後你就覺得喔原來有這樣的設計喔 例如我們做的佐斯堡那間飯店 欸它因為是兩層嘛 所以它在客廳呢有一個設置的按鈕 你可以從二樓就按鈕 然後幫一樓的浴缸放水 這什麼枕線設計 非常的棒 我覺得哇這個好值得跟你們分享 下一集夢想中的裝潢呢就會針對我覺得 哪些很棒的浴室設計來跟你們分享 那我是柯柯如果喜歡的話 或是有什麼想要討論的話 或是剛剛討論的那些東西 其實你實際使用過的就沒有 這打妹這太NG了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是柯柯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